9 8 新聞台 現在就下載9 8 新聞台APP 隨時隨地收聽我們精采節目 訓導處報告 訓導處報告 尋修液經 台灣史 城市運輸 歐洲藝術史 以及節氣立法的同學們 現在馬上到9 8 大樓集合 9 8 講堂上課啦 這裡是9 8 新聞台FM 98.1 歡迎收聽9 8 講堂 我是名傳大學歷史老師洛芬美 我今天要在節目中 跟各位聽眾分享的主題是 在談台灣女性的放逐運動 也就是說 把以前女人這個綁小腳 然後把它放掉 這叫做放逐運動 那我們知道 這個日本他統治台灣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台灣女人綁小腳 然後跟那個西石鴉片 還有男人這個髮辮 辮子 就列為台灣的三大肉洗 就說是台灣三個最壞的習慣 那我以前在節目 花了一些時間 跟聽眾們討論 這個介紹那個鴉片 在台灣怎麼樣被禁決的過程 然後在上一次的節目裡面 我已經有談了這個 就是有關中國跟台灣女性 綁小腳怎麼樣被放的這個過程 那因為還沒有說完 所以我今天就要繼續來 為大家介紹這個主題 那這個女人綁小腳叫蠶竹 這個在中國大陸 就把它視為國齒 所以這個高燕儀教授 高燕儀教授 他目前是任職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一個香港的學者 然後他在2007年的時候 他有出版一本書叫 他書名叫蠶竹 《今年崇拜由聖而衰》的演變 這是台灣翻譯版的這個書名 然後他那時候 這本書是台灣學者 苗延威先生把它翻譯出來 然後在台灣出版 那他當時就提到說 說他因為這個書 然後這個主題 然後在大陸跟台灣 談這兩個主題不同 就是說在兩個地區 然後同樣談這個主題的時候 那就感受很大不一樣的回應 他說在大陸上 基本上大家不喜歡 碰這個主題 因為就覺得 因為女人這個綁小腳 才讓中國在整個19世紀末 到20世紀初 遭受這麼大的苦難 所以覺得這是國齒 不愛談 可是在台灣談這個主題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對這一個主題的情緒 還有顧忌 所以我在講這主題的時候 我不曉得各位聽眾 您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我想這是我們可以 各位可以來跟我討論一下 那我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 在那個時代不覺得怎麼樣 而且覺得很正常的事情 可能到了下一代 就覺得很荒謬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也也許 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哪一些事情 在以後看起來是很荒謬的 好 然後回到這個主題 那談到這個禪主 就是綁小腳 那我上次有在節目裡面 我就特別澄清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以為 古代的中國女性都綁小腳 那其實綁小腳在中國流行的情形 大概目前知道最早應該大概就是宋朝 因為有一個宋朝的學者叫張邦景 他是最早討論到這個事情 所以可能那時候才剛開始流行吧 然後我們一般都講說這個 就是藍堂禮后主流玉她的一個舞娘 叫妖娘 那是綁小腳的開始 那其實這個說法是有一些爭議的 就是說其實這個說法是從南宋 一個學者叫周密 他把它傳下來 所以到底有沒有妖娘 這可能是一個有代考證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上次也提到說 在元朝的時候因為戲曲表演 雖然蒙古人不綁小腳 但是因為那時候這個戲曲表演很發達 所以這個藝人在舞台上這樣綁小腳的裝扮 就變成這個女人的一種流行 然後到明代晚期 整個江南地區的經濟很發達 然後這個就變成一種時尚 那我們知道清朝 蠻人不綁小腳 所以曾經有康熙進職過 但後來又開放 那到慈溪的時候也有進 但是那已經是後期 所以可是很好玩就是清朝越進 那漢人就會覺得 這是一種自我文化的一種 一種捍衛者 所以他們就更要綁腳 所以這是我上次特別澄清的一件事 然後另外就說在中國 不是全中國都有綁小腳 主要的地區就是像山西山東 那江蘇福建廣東 還有四川雲南 大概都城市比較多 那我想在以前的這種 女大當家的一個時代裡面 那個時候女人要出頭天 唯一就是家人 婚姻嘛 所以你要嫁個好人家 那媒婆她們來看的時候 她們就不會問說她長得漂不漂亮 而是說她的腳小好不好 小不小這樣 所以你看小腳變成一種 你要嫁入豪門 贏得你這個亮麗人生 光明人生的一個門票 所以媽媽都即使看到女兒哭 她會一直幫她綁 這就是小腳的流行的時代 她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至於台灣呢 台灣其實綁腳主要都是來自福建 因為就是閩南人嘛 那客家人就是不綁腳 就是我們大概上次提過 跟大家再稍微的複習一下這樣 那我想我們今天談到小腳 應該大家都不會覺得那叫漂亮吧 很多年前那個國家地理頻道 他有播過一部叫做三寸經年 就是去拍到雲南那邊 去拍那些女人的這個 就是還有那些綁小腳的老婆婆 那我有一些學生看過 都跟我說好噁心喔這樣 那古代那叫美莉啊 為什麼現在叫噁心 那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英國的攝影家 約翰·湯姆森 他在這個1871年 他就在廈門找到一個 讓他拍照小腳的一個女性 然後就開始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照片 後來X光又發明了之後 那從此以後這種就是用照相 攝影甚至那種透光 X光 把那個扭曲的那個腳就呈現出來 當然從此以後 就不會有人在講那叫漂亮 以前是綁在那個 穿那個美美的繡花鞋裡面叫漂亮 那你把它看到那個 摟絡的那個骨頭啊 大概就不會覺得那叫漂亮 那我們上次也提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反綁小腳 就是反殘族的這個運動 最早就是由一些傳教士開始 然後真正開始引起這個 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感 或者是覺得對這個事情 開始要來反抗 是一直到家務戰敗 也就是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後 整個中國才發動起來 那在台灣呢 因為在日本統治之下 那我們知道日本他從明治維新之後 他們就以西洋為師 所以他們就開始所謂 進行所有的文明開化 就所有的日本人就開始吃洋食 穿洋服 甚至我們知道以前 日本人有綁那個髮跡 也有古代的頭 然後明治維新之後 就把它剪掉 那我在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一直在找這段歷史 我想說奇怪日本人怎麼 他們一直叫來去佔領韓國 也叫韓國剪辮子 然後改掉壞習慣 那到台灣來更是 那他們自己怎麼改 可是我看資料 好像他們改的還蠻輕鬆的 不太理解 有懂日本史的聽眾 可以幫我提供一下 就日本當時在 就是在改這些舊習慣的時候 他們是有沒有掙扎過 好 所以日本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覺得他們是文明人 所以他們當時來統治台灣 就是肩負著說 要來台灣文明教化 就是要把台灣人的壞習慣都改掉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怕引起反抗 而且那時候抗日的行動還很多 所以就沒有刻意的去干涉 那只是說在這個官方色彩 非常濃厚的台灣日日星報裡面 不斷地去宣傳說綁小腳有什麼壞處 然後也邀請一些台灣的士生 就到日本去 希望說讓他們眼睛看到 日本的現代化情形 然後看到女人都是沒有綁小腳 可是他們生活得很好 然後讓他們眼睛看 然後來心悅稱呼來合作 這就是他最早的慶幸 然後到1900年3月20號 那終於有台灣的士生 就是那個大道成的綜藝師黃玉杰 還有那個傅桑李春生等四十幾位 他們就正式成立一個叫做天然諸惠 那講到這個黃玉杰 我稍微談一下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他是那個大道成地方的領袖 他是一個漢醫 然後就是又是一個這個宗教型的領袖 他有開一個叫做這個浦院社 在那個大道成的這個日星街那邊 那這個日星街我上次有提過 就是說大概是在今天台北市大同區 大概保安街甘州街附近 那我有打電話到那個大同區的區公所去 有一個趙小姐告訴我一些事情 在這邊謝謝他 他就告訴我說大概是在那個甘州街那附近 那詳細的情形可能 我上次有提說如果聽眾知道 麻煩來告訴我一下 所以他就在那邊 所以這個黃玉街他其實是很早 因為那時候台灣士生其實跟這個日本的官方 就說因為他們進來統治的時候 那因為當時台灣的這個台北那邊很亂 所以他們就覺得贏了日本進來可能會比較安定下來 所以那時候士生就說跟這個日本的這個統治者的關係 其實還不錯 所以像那個黃玉街李春生這些人 他們就很早在日本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去表示臣服 然後在那個首任台灣的總督叫華山之際的這個 正式在台北設立官署的時候 他們就總共又邀請了83位台灣士生去參加 那這個黃玉街他就是在里之內 那後來台灣很多的這個 就是譬如說這個放掉女人的小腳 還有剪掉男人的鞭子 就是黃玉街他起來去呼籲這樣 那當然他也知道 就是日本希望台灣的趕快改造這個習慣 然後他自己是一個醫生 他也覺得這個女人綁腳不好 所以他覺得時機到了 他就起來呼籲這樣 那這就是台灣最早的一個天然組會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一個團體還是日本官方所支持的 那當時這個在這個大會上面 我上次有提到說 哇還演戲啊 然後還有那個敲鑼打鼓啊 可是大部分都日本人參加 台灣人參加的 就是一些士生 那些士生也都是 因為參加了當時日本跟他們所之間的洋文會 就是勇士啊等等的這樣活動 然後之後把他們一起帶過來參加這樣 那不過這個天然組會並沒有成功 那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參加的都是男人 女人很少 台灣男人跟日本男人 大家握握手然後宣誓說 好我們要去改我們家女人的腳 但很難成功吧 他沒有說服他們家女人說我幹嘛要把這個腳給放掉 他沒有說服就是男人自己說開心的 而且就有學者說 其實這些男人還蠻怕太太的 所以回去之後他膽敢叫他老婆把腳放掉 他老婆就抗議說很痛耶這樣 所以這個這個後來就沒有成功 然後等到這個1905年 那因為日本這個熱戰爭他們勝利 整個日本又這個非常的有自信 那所以他們就又覺得更要把這個文明開發更進一步 就有所謂的地方改良運動 要把所有舊習慣改掉 所以因為在日本有這樣的氣氛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他們在台灣 所以又把這個事情又提出來 剛剛我們講說1900年 然後接下來後來這事情就有點冷掉了 然後過了這個11年 1911年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黃玉杰這個漢衣 他又提出來 因為他當時提示說撿辮子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講說1900年 已經提出說女人放腳 可是好像同樣都是壞的風俗 在日本眼中的壞風俗 就是男人撿辮子這件事情都沒有動靜 然後到1911年的時候 黃玉杰他又去那個跟台灣的第五任總督 叫佐久兼佐馬太 就說他要成立一個撿辮子 但是不改衣服 叫做斷法不改裝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這事情我們之後 會再跟聽眾來介紹 那我們這邊就是稍微提一下 他因為當時提出說 要斷法不改裝 就去見這個佐久兼佐馬太 那當時見的時候 這個總督就說 哎呀這個女人這個綁腳 這個事情也要再推動啊 因為這事情 你既然要撿男人變成 那女人放腳這件事情 是不是要再推動 然後台灣日清報就 哇就馬上把這事情提出來 就是介紹出來說 要來推動這個反殘族運動 那當時這個宣傳一出來 那最先起來回應的是 當時台北廳的參事 叫洪宜蘭 她的老婆叫陳雨清 那陳雨清就聯合了 當時蒙甲區區長 黃映玲的老婆 叫施昭 那他們就由這兩個女人 就起來號召 就成立了叫台北解禪會 就是台北解禪 就解掉這個 這個綁小腳這個會 那這個陳雨清 還有施昭 一個擔任會長 一個擔任副會長 然後他們在會則裡面就說 因為這個政府會長都會要直接去勸導 女人來放腳 所以不要用男人 就特別加這個條款 然後在1911年的8月 他們就舉行大會 然後應邀來管理的 包括日本官員的女性家人 那參與的一共有1061人 不過在這個當中 已經有把腳放掉 這個人數 我們去把它看一下 就說有放掉腳的有431人 然後在蒙甲區的有306人 所以感覺上還是以這個地區的人為主 不過各位聽眾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就說 這是他們的這個會名 前面的會名叫做天然族會 就是強調就是你就是天主 那並沒有去強調說 你已經綁的人怎麼辦 然後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會 叫做解藏會 就是要訴求就是 要把已經綁的 要把它放掉 所以這是第一個不一樣 那第二個不一樣 就是女人自己站出來 以前是男人叫女人放腳 那男人在那邊敲鞭鼓 敲鑼打鼓 女人根本沒有被帶動 那現在是女人自己站起來 那當然這幾個女人 因為就是世生的老婆 他們到底是自願的 還是說因為我老公已經 就是好像在日本的官方眼中 好像很重要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起來 來迎合這個統治者的策略 不知道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展 就是對女人放逐運動這件事情 而且女人站出台面 讓女人來主導這件事情 這其實也是一個進步吧 我們先談到這裡 休息一下廣告 過後再回到酒吧新聞台 酒吧講堂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酒吧講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節目中跟各位聽眾分享的主題是 再談台灣女性的放逐運動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台灣的這個女性的放腳 本來是由男人在1900年 他們就成立一個天然組會 但是後來就失敗了 然後到1911年的時候 就有一位叫陳宇清 一個叫施招 那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台北戒藏會 就是由女人起來發動這個事情 那當時 就是說這個1911年 這個時期 其實總督府 就是台灣當時的統治者 就叫就是日本在台灣 他們設立的最高領導就是總督府 那他其實沒有踩制什麼強制的手段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 其實已經已經開始用公權力來介入 譬如說當時這個台南廳那邊 他們就在鼓勵男人剪頭髮的時候 就推動這個女性放逐 而且他們就說這個女人綁腳 比這個男人留辮子更有害身體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保甲歸約裡面 就歸地位那時候有保甲 保甲歸其實清朝的時候就留下來 那日本覺得還不錯就繼續沿用 那就是有保長啊 家長啊 那他們可以來約束 來幫忙日本治理台灣就對了 這個叫做保甲 然後這個保甲的規約裡面就規定 他說除了這個腳趾頭彎曲 沒有辦法恢復之外 那不滿20歲的這個綁腳的女人 都要把腳放掉 而且你不准再幫女兒綁腳 如果違反規定的就要被制裁 而且由這個保證跟家長 他們來審查這個行為的輕重 然後來罰錢 就罰100元以下的罰錢 那時候100元很大 那時候薪水大概就幾塊錢 剩幾毛錢而已 所以在她這個影響之下 當時在這個台南廳的這個 沿水港的居民 在1897年以後出生的女生 大概就是到1911年的時候 大概14歲以下 就說在當時這個沿水港那邊 就說這個14歲以下 放腳的就105人 所以你看這個公權力介入之下的一個成果 那另外當時這個宜蘭也有解禪會 那也很積極 所以主要就是從 就是由他們的有一些主要的幹部 然後跟這個保證 還有醫生 他們就會逐家去調查 看你們這個女人這個綁腳的情形 然後醫生去鑑定 是不是能夠解開 然後如果鑑定可以解開的 就把她登記叫做他們這個解禪會的會員 而且跟她約定放腳的期限 然後給她要水 然後而且把寫名字就貼在門上 然後那個管區警察經過的時候 就會來看看放腳沒有 所以這個宜蘭當時也很積極 不到一個月整個宜蘭這個地區 女人放腳的就多達868人 我剛剛提到就說 其實這時候這個台灣總督府 還沒有嚴格規定 而且沒有用公權力介入 可是這兩個地區 就台南跟以南已經用公權力介入 這個也是後來這個總督府 他們就開始就是因為有這個潛力 所以他們之後就有了就說 嚴格規定要把禁止殘腳這個條款 就放在保甲規約裡面 那是後來的事情 不過除了我剛剛講說 宜蘭還有這個台南以外 其他地方沒有 沒有同時引起什麼熱潮 那當時推動這個女人放腳 大概主要是那個在學校 那時候叫做公學校 公學校就是日本人 設給台灣人讀的學校 日本人讀的學校叫做小學校 那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 在這個公學校裡面 就譬如說在1913年編的課本裡面 他們就一課叫做鴉片幹和殘竹 然後就說這兩個 是台灣社會最壞的習俗 不過近來已經有改調的已經很多了 就是慢慢還有這個漏習的人已經少了 也就是透過這個來加強宣導 那另外就會在一些教學或者展覽會上面 就加強宣導 可能就放一些那種 就是綁小腳的那個醜醜的骨頭照片 給他們看吧 所以女生當然看了 就會自動就放腳 那所以當時的這個台北國語學校 台北國語學校就是今天那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以前前生 他們有附屬一個叫女學校 那這個學校在1914年年底 整個學校有一百一十個女學生 這個學校就是女學校 那他們大概有一百一十個學生 都沒有人參加 這大概就是當時的情形 然後到1914年開始 這個台灣總督府 他就把這個男人剪辮子跟女人放腳 都整個整合 進行所謂的風俗改良運動 然後就在台北成立了這個風俗改良會 然後後來在台中那個地方 那他們就要這個林憲堂這些人 他們就成立一個類似團體 叫做台中風俗改良會 不過這個所謂的風俗改良會 改良運動 主要都是由日本官方來主導 那剛其實像林憲堂這些人 都是掛名的副手而已 他們也沒有什麼實權 而且在這個風俗改良會成立之後 當時的這個台中廷警務課長 叫做荒眷鐵支柱 他就在當時的這個台灣日日新報 就發表了一篇叫做 本島風俗改良談 然後就講說 台灣人要改的風俗有六項 那第一個就是男人的變法 跟女人的放腳 那另外還有就是談到說 以前台灣有賣小孩的 還有就是婚姻裡面 好像很多都是買賣的 還有就是台灣人的這個燒金紙 還有這個中原啊 古杜啦祭典 這些都是要改掉 以前對台灣的這些風俗 就是只是宣導啊 不敢正面批評 那這是首次以日本的這個 所謂警務課長的名義 公開的來評論台灣的舊風俗 所以就變成說 開始看到這個日本官方 在這個習俗的改造上面 變得很強勢 而且由警察來介入 然後推動整個公權力 所以這就是這個日本官方 開始這個比較的強勢的開始 那當然因為日本的官方 開始強勢 那很多的各地的士生 也有去呼應啦 譬如說彰化地區 就有這個解禪會也召開 那我剛講到說這個林憲堂 他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 一個很重要的台灣知識分子 那其實他們跟日本官方 是比較沒有那麼妥協 他是比較對立 但是我剛才不是講說 他也成立了所謂的這個 風俗改良會 那其實當時 他的想法裡面 他是 他覺得這個女人放腳 男人剪辮子 這是一種文明啦 他其實不是去妥協日本 他是覺得這是一個文明 是現代文明的體認 所以當時他其實在這個 改良會的之前 他其實就已經成立這個 減辮會了 他們就自己去 就是他們那個家族 那個地區 他們就強調要把辮子給減掉 而且後來他還成立一個 跟日本官方有點對抗 叫做台灣同化會 就是說他覺得 他們當時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因為那時候日本有一個這個 自由派的這個學者 叫做版衡退駐 他們有邀請他來台灣演講 那這個版衡退駐 他是強調說 日本要把台灣跟日本人 視為平等 不能把它做一個區隔 而且不能有那個差別待遇 所以當時這個林憲堂 他們就在這樣的一個感召之下 他們就成立一個叫做台灣同化會 就是要求日本要給予台灣人 這個所謂的平權 而且自治 是這樣 可是後來這個會被日本給拒絕 然後而且成立兩個月 就把他們解散 不過在這個期間 因為他們本來就 贊成男人減辮子女人放腳 所以他們也 所以我剛剛講說 日本雖然以官方來推動這個 所謂奉俗改良 那林憲堂他們好像有點 感覺上有一點勉強 不過他們還是很主動的 就是成立了這個解禪會 成立了這個減辮子會 而且由這個林憲堂他的太太 跟他的一些就是家族裡面的 一些女性們就起來引導 那當時他們還召開這個解禪 主大會 會員大概有多達一千多人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放逐運動一波又一波 不過這個綁小腳這個習俗 還是生殖在台灣的社會 很難完全改掉 所以那時候日日星報 他們還在這個1914年年底 還辦這個真文比賽 就是題目就叫做 論殘族的避害跟怎麼樣救濟 集齐救濟策 奇怪幹嘛辦真文比賽 其實他辦真文比賽的意思 就是說一方面 就是讓大家來寫文章 那一方面就是透過這些文章 然後來做一種宣導 而且是你們自己說的 又不是我說的 對不對 就讓台灣的這些知識分子 所以那時候投稿好踴躍 有一些前傾的這些讀就學的 還有有科具公民的 那有就是新式教育的 甚至有醫學校的 甚至有女性參加 然後當時這個大家的這個意見 就哇這個好多 那後來這個選出了幾個優秀的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優等獎 佳作這樣 那台灣日新報就在1915年的1月1日 一直到4月16日 就把這些文章做連載 那因為是知識分子自己說的 是台灣人自己說的 那當然就很有說服力啊 那而且這些文章的意見 就提供了總督府很好的參考 而且裡面很多人都贊成說 應該要有公權力來介入 所以這就讓日本總督府 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說 你們都贊成了 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 采取比較強勢 就是說本來是說勸誘 本來是勸 可是到後來就變成說 很強制 越來越強制 而且這個強制就是我剛剛提到說 就是有這個放入這個保甲規約裡面 把它加入禁令 而且還規定就說 如果我看到你這個還綁腳 我就會來處罰你 本來這是一個習俗 可是後來卻變成一個法律所規定 所以從此以後 這個每一個家人 每一個人家大概很難逃避了 因為他們檢查之後 如果你還有就把你貼個名牌在前面 然後那些警察就來巡視 所以你看以後 就變成這個 變成警察 臨檢的這個項目 很恐怖對不對 好我們先談到這裡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酒吧講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節目中跟各位談的是 再談台灣女性的放逐運動 那我剛剛提到說 到1911年開始 總督府的這個態度 就要開始慢慢強硬起來 那特別到1915年 那為什麼會在1911年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其實那個黃玉介他們 開始去提到說 去自己主動提出來說 要推動這個男人剪辮子 然後之後就是女性 就由女性開始起來 這個年代為什麼是1911 那有日本學者就認為說 應該是受到中國 刑害革命的影響 因為革命 中國革命成功嘛 那中國大陸都已經在推動這個 就是男人剪辮子 女人放腳 那你如果台灣都 因為知識分子他們都有 有很多的消息 他們知道中國的情形 所以如果你台灣總督府 在按兵不動 就會讓台灣人覺得 你怎麼那麼懦弱 所以可能是有受到 中國的影響 不過那個文星教授認為說 可能是就是說 那個算是進入20世紀了嘛 一種現代化的這個潮流所激盪 到底互相之間影響 就是是不是有受到中國影響 這個其實可以觀察 但是就是時間對了 因為以前就是這些風俗 都來自中國嘛 那你現在已經環境改變了 連中國大陸的這個革命都成功了 那你這邊還綁個辮子 還留個綁個小腳 好像怪怪的這樣 而且大家都已經覺得 現代20世紀了嘛 當現代人 那所以這就是1911年的一個情形 然後1915年 其實是日本統治台灣20年 那所以日本總督府就想要 把台灣男人簡便子跟女人放繳 作為這種政績吧 所以就開始就有推動 而且在這個推動裡面 就會變成是一種 就是把它當作一種教化 而且都選在一種重要的日子 譬如說什麼他們的這個天皇的誕生日 他們叫天長日 或者什麼使政紀念日 然後就會選在一些公共場所裡面 然後就會讓一些人來 有點像表演式的這樣子來放掉腳這樣 譬如說這個在淡水工學校 他們的這個解禪的這個儀式 竟然就是在操場集體集合 然後在長官致詞之下 那六年級女生就代表 用日語法表 然後就說 哎呀在大家的硬屁之下 我們現在是完成的身體 我們把腳放掉之後 我們就可以登山 我們就可以運動 然後在大家的目視之下 然後就把這個腳給放掉 然後就哇 從此我們就變成一個現代化的身體 就是透過這種儀式 來證明我們好像 在這種帝國的硬屁之下 我們終於變成現代人 完整的人 那我們這樣整篇講下來 我們好像就是講 就是放腳嘛 就是不要再綁小腳 這很困難你知道嗎 那個高燕淫教授 他就提過一個叫做干麻花的故事 他說有一次 有一個小腳的婦人 他就拿了一塊油炸過的這個麻花 然後就給當時政府派來的這個茶腳園看 他說你如果可以把這個干麻花解開 回到原來柔軟的麵糰的形式 我就把這個腳給放掉 就知道你吃過那個麻花知道吧 它怎麼可能變回麵粉 不可能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痛困難的事情 可是好像大家叫人家解殘族 好像說的很簡單一樣 而且就有一個放足的人他講 他說放足的痛苦比繼續綁著腳更痛苦 要慢慢的放 不然就是沒有辦法走路 而且除了肉體的痛苦之外 最重要的是說當時在要人家放腳 都很不尊重 不僅就是說直接保甲歸約裡面 就說懲罰對象 就像我們現在說我警察臨檢什麼 那這是以前的舊風俗 而且我已經腳都被綁成這樣 那你現在突然說我這叫犯罪 然後要來處罰我 這又不是說放就能放的 而且很不尊重 甚至就羞辱 就是有一次說這個報紙上 台灣日行報導 就說有一次就說 台南有一個警官 就是去查戶口 然後就看到一個少女在房間之內 她就跑進去 然後就說你把襪子脫掉 鞋子脫掉給我看 然後那個少女因為 在以前那種社會裡面 對不對 就不像現在這麼開放 她就很害怕 而且很害羞 她就 就是不動這樣 然後那個警官就不斷的威脅她 就說你把襪子給我脫掉 給我砍 而且還強迫要把她抓到排除所去 然後家人去懇求再作罰 所以就有人這個報導爆出來以後 有人就說這個警官根本就是在 就是在逞私欲而已 那甚至說有一次有一個已經 就四十幾歲的婦女 她也沒有辦法這個把腳放掉 因為就是從從小綁到這個 已經四十幾歲了對不對 然後不僅被這個派出所赤子 而且臉上還把她塗彩 而且把她寫上名字 然後送到市場 然後叫大家來看 然後大家來來笑她這樣 哇這個女人就覺得被羞辱幾次都尋斷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放腳這事情是好 當然理論上是好事沒錯 可是你要讓女人放腳 這是一個 這個我想如果以今天醫術這麼發達 這事情還是很困難 還是很難 那你要讓他們放腳 你要用羞辱的譴責他們 而且你知道更殘忍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以前的老公啊 覺得我家女人綁小好驕傲好光榮 後來因為在這個蜂巢之下 男人回去覺得怪物一堆啊 這隻女人真是怪物啊 那女人怎麼辦 她如何自處 以前你說我很美很漂亮啊 我產主被大家稱為美麗的女人 那你現在說我是怪物啊 我怎麼辦 而且男人有 之前就有一個男人 他立志就是要娶那個 第一美女就是那個腳最小 後來她就變成第一怪物 那男人也很痛苦 可是女人更痛苦 我每天要看怪物 你本來說 每天本來說說 我好美好美 突然後來變成 你醜死醜壁了 那怎樣 那女人是要怎樣 我天仙岩 男把我的腳給變回來 所以這就是 在整個放逐運動裡面 不管是在中國大陸 或者在台灣 其實那一代的女人 就接受這樣的羞辱 真的是 其實唯一的辦法就是 你就不要再幫女孩子綁腳 然後慢慢放放放 自然這些老人就 這些人死掉 就沒了嗎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當時的那個情形 然後如果從數據來看 在這個1905年 1915年的時候的戶口調查 那時候還綁腳的 大概還綁腳的 大概就是主要都是 41歲以上的這些 閩南婦女 人數大概有 279,038人 不過隨著人口變遷 餐住人口就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 就沒有人在綁腳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一段歷史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 就是說女人的腳在歷史上面 如此的驚天動地 那曾經 以前就是迷念那個三寸金蓮 然後一代一代的女人 就被犧牲 然後直到這個照相也是光出現 就揭露了這個女人 綁小腳的真面目 從此就沒有人再有這個 對產主美感的那種迷思 那身為女性 那我重說這一段歷史 這中間當然有很多的 這個我們剛提到的一些 一些狀況 不過我想對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女性來講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謝謝這些在歷史上 所有為女人放腳這個運動 做過努力的人 不過流行有時候很難講 我們希望年輕朋友 不要因為流行又綁回去了 怕死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謝謝收聽酒吧講堂 再見囉 酒吧講堂下課 起立 立正 敬禮 謝謝老師 老師再見